还是要多注意这个手部掌丘的保养 从这个手型来看的话 是典型的木土结合的掌型 从手掌来看厚重饱满 有土人的稳重 但是从手指来看 手指见缝隙 容易漏材 难棺材手材 也是符合木形人的特点 我们下面放大来看一下纹路 放大来看整个掌面 尤其显眼的是金星秋的范围非常的广 而且饱满高突 金星秋饱满高突的人 生命力顽强 精力充沛 体质佳 运势根基不错 尤其是双生命线加持 生命线我们说古代讲是地纹 代表根基和原生家庭 说明运势根基是非常不错的 相对来讲脑线稍短一些 都尾断基本上消失了 是一个典型的爱运动 爱实践 但是不太爱动脑的一种一类人 不太爱动脑是显现在 不是说他不聪明 脑线脑不代表他不聪明 是说他做事 有一些习惯性思维 不太爱去深度的思考 只是说先行动了再说 是一个典型的喜欢探索 或者是大自然 不太喜欢待在家里看书的那种人 但是他自己非常在意的领域 他会非常的认真的去考虑 那么这里要提到一点的是 感情线尤其的好 感线的形态完美上翘 并且闻路深细 我们说纹路一定要深又细 不能太粗 不能太浅 那么感线就是非常不错 说明感情之路走得非常的扎实 稳定 有感情基础 可能就是从小认识 或者是同学 之前在学校 就是一个没有说是产生爱意 到后面再慢慢相互关注 是一个知根知底的 双方家庭都是门当户对的 感情基础非常的好 那么感情之路会走得越来越顺 在感情当中也是充满了浪漫的情怀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另外要提的一点 就是在水晶丘附近 似乎有出现的指纹 指纹出现在手掌当中 是非常罕见的 叫宝镜纹 宝镜纹 这个地方出现的宝镜纹 也是比较常见的 这个地方也是代表 这个自身的偏财运 就是说你本身事业线不强 但是呢 时不时有一些偏财入账 但是呢 还是要提到一点 就是注意掌丘的保养 掌丘的保养 掌丘呢 虽然高农饱满 但是呢 皮肤破损呢 有损人生的高度 就是说掌丘代表人生的高度 如果是掌丘很平的人呢 人生高度有限 就是如果是掌丘比较饱满的人呢 他的人生上限可期啊 这是整体的纹路啊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生命线在 这个50岁左右出现一个断开 但是呢 没关系 有副生命线进行弥补 所以说这个双生命线强就强在这里 即使说出现一些身体的小的病痛 它也能够很快的恢复过来 生命力很强 而且呢生命线尾端也绕手腕啊 这个晚年呢 可享高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